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 在这一段视频中,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中计算指标的使用方法。 新建分析,为我们的模板起名。 托入一张汇总表。 托入合同信息中的合同金额字段。 托入合同签约时间字段。 切换为按年份汇总。 我们将合同签约时间改名为年份。 我们以合同金额作为销售收入, 以活动费用中的费用金额作为销售活动的成本来计算销售的净利润。 托入费用金额字段。 此时我们发现,年份变成了红色。 这是因为,年份原先对应的是合同付款时间字段。 它和合同金额是一一对应的, 但合同付款时间并不能和费用金额直接对应。 此时,我们需要对年份这个维度进行设置, 使得它在对应合同金额时,使用合同付款时间字段。 在对应费用金额时,使用活动时间字段。 点击年份的下拉三角,点击维度与指标的匹配。 根据谈出的悬浮商中的提示, 费用金额指标还没有设置正确的对应维度字段。 点击修改选中的一个指标的维度字段。 点击销售活动。 选择活动时间。 保存。 此时我们发现 对应的合同金额和费用金额可以在一个年费中展示出来 一个维度使用不同的字段对应不同的指标 在计算指标以及多指标分析中都是常见的操作 我们继续计算销售利润 点击添加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类型选择公式 在公式编辑框中 首先点击选择合同金额 输入运算服务减号 减号后边点击输入费用金额 组成计算公式 销售利润等于合同金额减费用金额 为计算指标命名 点击保存 在下方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 计算指标已经计算出来了 需要注意的是公式类型的计算指标是在汇总的基础上进行计算的 如果需要在明细的基础上进行公式计算然后汇总 则应当在ETR过程中使用新增公式列 另一类计算指标是配置类计算指标 在表格中 我已经将合同金额按照年份和月份汇总 点击添加计算指标 类型选择为配置类计算 在弹珠的悬浮窗中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指标合同金额 支持的配置类计算有 求合 组内求合 同期值 黄期值 累计值 组内累计值 排名 组内排名等 我们以同期比为例 选择同期值 月份和年份将自动为我们匹配 点击保存 我们可以从表格中看出 同期值已被填入计算指标对应的格子 我们为计算指标更名 为了得到同比 我们在同期值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个计算指标 为它命名 将它选择为公式类计算指标 在公式编辑框中输入公式 点击保存 同比 以及被加入表格中 我们将同期值隐藏起来 将同比的显示格式设置为百分比 点击同比的下拉三角 点击样式设置 选择百分号 点击保存 检查一下同比的样式效果 至此 我们同比的添加就完成了 以上就是翻BI中计算指标的相关功能演示 点击